继续带领关系内阁总词之后 总统府今天宣布了 行政院长一直将由现任的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来接任 总统府发言人马伟国表示 因为毛治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将近两年 对于政务掌握相当熟悉 因此由他来接掌行政院 一定能够在短时间内无缝接轨 总统府今天宣布 现任的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将接任行政院院长 毛副院长担任副格会一年十个月 对于政务的掌握相当娴熟 因此毛治国接任行政院将能在最短时间 让政务衔接无缝接轨 有助于稳定内阁 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任期之中 毛治国对于跨部会的沟通协调经验丰富 接任行政院院长将能在最短的时间 迅速上手一展长台